另外就是說這場比賽他給楊俊廷的壓力非常大 摔到最後的這個延長加持 還是恭喜楊俊廷 這裡也算是完成他的一個夢想 回到自己最初的60公斤量級 那這場比賽繼續看到是張衛誠對上林承偉 目前三位挑戰者都是失敗的 文韶文 葉承華跟剛剛的林崇佑 林崇佑最接近 差一點點 對對對 那張衛誠這實力是銀一節 這個是實力銀一節我都沒有累到 這些81的男生們想要把他的柔道符拉開一點 都是完全是沒機會了 此生今年應該是沒有機會了 好沒關係 我們剛剛瞭解了一下剛剛那一場 其實他真沒有勁全力再刷 這隻反而不能刷 這邊是給 給一個瓦拉臉 剛林崇佑那一場 其實第三張指導牌是判他沒攻擊的 那這個兩個不審沒意見 就這樣判出去 好 不過如果說真的在摔我想那個變數很大 剛剛那一場 那這邊還是順利讓張衛誠拿下勝利 謝謝 謝謝